饼干基因分型的检测 对饼干治疗有什么重要性 非常重要啊 因为咱们首先 你要是饼干就一定要基因分型 因为不同的基因分型 它会对不同的治疗方法 饼干药物呢 本身就比较昂贵 你没有对症型 等于浪费 而且有可能对身体害产 造成一个损伤 因为是要三分之 所以这个基因对于选药 选这个治疗方案 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在使用这个饼干用药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 一个专业人士去治疗 不能说自己看别人用什么药 去用什么药 之前一定要知道你的基因型 另外呢 知道你的肝脏 确切你的肝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肝硬化 肝硬化到极极了 另外就是说你的合病症 一般肝硬化到中后期 免疫系统它也有攻击 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些病症的时候 如果用错了基因型 很可能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饼干病毒呢 非常的善变 而且呢 经常会产生一种变异 等于说吧 它呢 大家可以知道 它第一 它是RNA型 它本身容易发生一些拼写错误 所以它就高度变异 另外呢 它又没在细胞核里头 在细胞浆里头 它的生命周期呢 就是它整个的复制周期比较短 所以它速度非常的快 它的变异速度 是以肝病毒变异速度的一百万倍 非常的快 所以一旦用错了 这个很有可能会对身体受伤伤害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